生菜鱼滑湯 生菜鱼滑湯是意识美好回忆的街边小吃 自己做当然是升叻版的生菜鱼滑湯 鱼滑是用新鲜的石斑鱼造成 有陈皮虾米鲜香美味 鱼滑鲜嫩蛋牙 这个湯营养有益 吃着就是幸福 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分享点赞和按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 自己做的石斑鱼滑 或者买回来的鱼滑 葱 生菜 鸡上汤 或者用罐头清鸡汤 怎样做石斑鱼滑 请参观我另一个视频 自制陈皮虾米石斑鱼滑 怎样煮鸡上汤 请参观我另一个视频 视频的连结和材料的详情 就请看这个视频下方的info box 是洗净切去头 然后我们就切成有粒 半磅自制的陈皮虾米石斑鱼滑 就放在碟上高 加上了三条葱的葱粒 戴着食物手套 用手将它混合均匀 我们在蒸之前 才要加入这个葱粒 因为加了葱粒之后 鱼滑是较容易变坏的 可以加芫茜的 但是加芫茜的时候 也有些学问 因为加芫茜的时候 你做得太久它会变黑的 在北美买到的鱼滑 质素就不高 自己做的鱼滑就是百分之八 是鱼肉 我们用膠刮 把手套的鱼滑 刮出来 半个生菜 我们就用这个清水 就是这样 整个这样冲洗一下 把水 晾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生菜 切成有丝 先把它的鱼滑 就是头 切走它 然后我们就把它一开为二 它中间的芯 我们先拿出来 切成三分一寸 寸或者更幼的幼丝 酱切好的生菜丝 就放在烧鸡里 拿干水分 加入生菜丝 在不同的汤碗里 2公升的鸡上汤 或者是罐头的鸡清汤都可以 加盖用大火烧开鱼 鸡汤就烧开了 匙羹 加了一些小小的油在羹里 不会黏着鱼肉 我们就很快就把鱼滑放下去了 用汤匙按平碟里面的鱼滑 汤匙要加油 用汤匙把鱼滑刮放到汤里面 这里的鱼滑就大概一汤匙一个 你压到它有点均匀 就放它下去了 可以搓成一个源头 但是我们是做这个鱼滑汤 就是我们小时候街边的鱼滑汤 当然人家不会和你搓成源头 小时候街边吃的那些很小粒 但是我们自己家里吃 红一点 所以我就做它大粒一点 煮到鱼滑浮起上来就可以了 浮起之后就不用加盖 再煮它多一分钟 搅拌一下它了 将成煲的汤就拿起来 然后将鱼滑和汤就加在放生菜碗里面 两碗生菜鱼滑汤就完工了 这个豪华版的生菜鱼滑汤很鲜甜 鱼滑鲜乱蛋牙很好吃 是易造有益的人气美食 小厨Sanny推介过肥美食烹调 记得订阅啦